前一開始初步的預備工作 就是接下來 因為今年因為節氣 跟論年的關係我也講不清楚 那總之就是 明年的 明年插秧的動作 理論上會比較提早 按照他們冠軍業者 跟我們一些那個立昂中心 他們的說法 是說有比較提早 那所謂比較提早就是說 像我們今年其實插秧是在過年後 才開始動作 那今年可能冠型的 我們原則上我們會比 冠型的稍微慢一點 因為育央廠他們那些原則上會先出 冠型農法的那些壓苗 那他會把我們的壓苗都 比較厚厚 所以原則上我們的操作都會比 冠型的這些農夫來的晚一點 可能會差不多差一個月左右 對 那 今年比較特殊 今年因為氣候的關係 所以我們其實跟冠型的有點打架 就是他們的氣溫太冷 所以他們壓苗也沒有在預期的時間裡面長成 所以整個壓苗的 插秧的時間都被壓 那 宜蘭的習慣都會講說 在清明之前要把所有的羊都插完 所以那個時候 因為整個時間往後壓 所以就變得很急 所以包含壓苗 包含帶根葉子 他很兇 但是今年比較特殊 那明年的話 預計是在春節 農曆春節前 冠型的可能就會開始擦壓 所以可能預計就是 農曆春節過後 可能兩個禮拜到三個禮拜之後 可能也差不多換到了 那實際 實際上的時間 我們會等育陽中心那邊把我們的數量 那以及整個他們的作業流程 時間差不多確定 才會跟他們講 那原則上那個時間也都不會非常精準 因為有時候 突然來會破寒冷 可能壓苗突然長得比較慢 那或者突然大太陽出來 壓苗長得特別快 就是臨時隨時控制要被插秧都很有可能 對 所以我們到時候會把那個先後順序 跟各位先稍微講一下 安排之後 會先講一下 那也可能會有大概的時間 可是基本上那個時間都 都很可能會有落差 那這個是 我們的時間都很可能會有落差 有時候是機器出了問題或什麼之類的 那總之那個時候就是 基本上原則上春更開始之後 就各位可能都是要有心理準備 隨時可能都有突然的狀況 大家要處理這樣 那插秧前的預備動作 就是在出打之前 其實差不多一月時候就應該準備要開始了 就是我們田跟草 應該把田跟草割一割 然後開始要補田梗 然後開始試著要放水 那如果天氣稍微比較暖一點 或者是田裡還看得到不瘦樓了 其實可以開始抓一些不瘦樓 那當然不用那麼 抓不瘦樓的原則上可以不用那麼暗 那最主要的預備工作是 要先讓你的田可以淹水 對 那這個部分是方便說 我們接下來的田要出打 那他出打的主要目的是 把現在田裡面還有的草 那以及那個地勢落差太大的部分 去做調查 就是 你現在田裡面如果還有草 我們透過出打的這個動作 把那些植物打到田裡面去 那這個時候其實你必須 這個時候你的田其實是必須要 有大量的水 這樣子那個 機器啊 那個打田的機器 密影機他比較能夠 把你的田打到一個狀況 那另外就是說 你水垢的話 你如果有落差比較大 在這個時候 那個密影機他會打比較深 他同時可以稍微幫你的地形 稍微整得稍微再平整一點 那當然不會非常平 因為你的是超胖 他就是簡單的打一下 然後最主要是把那個植物把它打下來 然後放水 用水的方式去讓那些植物纖維加速補礙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你打完了 淹水了 也是控制那個草 不要再漲上來 所以為了能夠控水 其實你之前那個田梗就要補它 要不然你水放了他就一直漏 然後另外就是你也要試著開始淹水 因為打田那個時候 你就是田就應該要有淹水的狀況 然後另外就是 整個初打到細打之前 細打大概是插秧前 兩到五天之前才會 才會細打 所以在細打之前 只要天氣稍微暖和一點 浮瘦樓出來 其實如果你們 你們不想到時候補秧國的太累 其實浮瘦樓就是盡快要 盡快要處理的 那抓浮瘦樓如果你們面積稍微大一點 或者是 你們覺得一個抓浮瘦樓太無聊了 其實可以開始就自己組織換工 就是 三五個人約一約今天 今天可能就是撿我的 明天撿你的 後天撿他的 那這樣子那個動作比較不會那麼累 那抓浮瘦樓有很多種方式 那這個部分 有興趣的你們就 自己找機會再問問看 就是包含 就是 很多人會教有多種方式 對 那看你們用什麼方式 有的就直接抓了 有的會放高麗菜葉 有的甚至叫你放麻糊帶 那出水口的地方 反正方式很多 那 如果你的農法是屬於 要用低水位控制法的 那浮瘦樓或許你就可以給我抓 那甚至有的浮瘦樓抓起來 他其實是會 會找個地方先養起來 等他鴨苗長大之後 再把這個丟裡面 讓他來吃 除了鴨苗以外的草 那這都是方式 就是這個 原則上 這個你們要自己決定 然後你們自己去 自己去了解狀況之後 你們再做個決定 那 原則上初打的費用 一分地大概是700塊 這個是今年的價格 對 那 明年會不會調整 呃 還不知道 對 那原則上我先講的是今年的經濟 這樣子 那這個是初打 初打一直到細打之前 都算是田地的準備工作 那 主要就是放水淹冷 然後補田梗 取消負責 那田梗不是補一次補完就沒事 因為有時候可能是補 胡壽羅啊 或者是 很賤的狗啊 或者是 老鼠啊 都可能會把你的田梗破壞掉 對 那 其實隨時都要去注意一下 你的田裡面那個水位 是不是還在你意境的位置 對 那 細打跟脫平 其實 基本上我們腳是同一件事 那 原則上就是在插秧前的 整地的動作 那最主要的目的是把我們那個 田的那個土 表層的土 表層的土打成泥漿 對 然後打成泥漿之後 因為 你的水還是會在一定的水位上 那 那個泥漿它其實稍微會 慢慢就是會 當然機器也會幫你脫平 對 可是那個泥漿部分它還是會慢慢的 就是會 會讓你比較均質 那個所謂 高層的落差也會縮小 對 那最主要就是要能夠 為了讓人家能夠擦壓 那原則上剛打完之後 所謂細打脫平之後 之後原則上是不能馬上擦壓 對 他們都會說那樣取壓秒比較站不住 對 那原則上大概是兩天到五天之後 才會進行擦壓的動作 意思就是說 如果跟我們預計擦壓的時間大概 也就是差不多兩到五天 或者是你的田比較不會 不會土不會那麼快硬 只是早一點打脫比較也都沒有關係 原則上這個時間大概到時候就會配合差央 順序上會做一點調整 對 那原則上細打跟脫平的費用是一分六百塊 如果這個六百塊它是有條件的 基本上這個六百塊只是 你粗打跟細打都找同一個代根業者 那他可能就有一個宗教 大概是這樣 對 那如果你是分開不同的代根業者的話 有時候他這個細打脫平的價格 可能會不會是六百塊 那可能就是七百塊這樣子 對 那 呃 那細打完之後 細打脫平完之後 還是會有一些局部 局部高低不平的地方 那那個不平整的話 會有一個狀況 就是說 我們央插下去 你水位的控制就會比較困難 因為剛插上原樣可能只有短短的 那 你為了讓全部都吃得到水 你可能每一個都可能都要淹個一兩多分 那你前面比較高的地方 淹了一兩公分 後面 捏水平面如果不夠 平整度不夠的話 後面的壓秒就滅滅了 滅滅他不見得會死 那可是很有可能被補充吃掉 對 就是你如果有補充的問題 就會有這樣的狀況 對 那所以 呃 有些地方而且還包含機器的 機器的那個車輪的那個溝 那以及上下 上下填區的那個位子 都會是比較不平的地方 那原則上那個部分 他要靠我人工細整 就是如果你比較講究的話 就是 要用人工然後有那個 刺背 那個 在賽底子的那個耙子 去把它拖平 就是再把它打拼 那另外就是控水 就是 就是 這時候的控水 就基本上是讓他還是繼續淹一點水 那可是到擦秧之前 水是基本上要放到差不多 就是 差不多乾掉 所謂的乾掉是指說表面比較沒有淹水 對 那秧擦完了之後 你才要再 還要再放水進去 就是讓他可以薄一點水 他也包含保溫 那裡去讓那個秧苗比較順利成長的效果 對 那所以其實在細打脫平之前 控水這個動作大概是 各位稍微要比較仔細一點 因為 其實控水不是說有水就好 是你要去進水去控制到你水 大概可以淹到 要淹多高 或者是要 要放多少掉 對 那大概時間要多少 那你這個 就是要透過這個階段有沒有 去試 然後去了解你田的狀況 因為 有時候進水可能 淡田你的水就淹到你要 可是有些田可能要放個兩三天 那狀況是什麼 而且甚至你的水是 你的水源來源有沒有問題 量夠不夠大 大概說這個階段是要比較注意的 這是控水的事情 那 那 細打脫平之後就是插秧 那原則上插秧的狀況是這樣的 就是說 我們現在大部分都還是會請外面的業者來做機械插秧動作 那原則上那個秧 他們那個比較大台的機具 他們大概是48拍 對 對 那你的田就是 他們用那個比較快 他們那個大概1分地也是差不多600塊左右 對 那有些會到700塊 那有些700塊是因為他還能100塊的搬運費 就是央苗的搬運費 可是現在我們大部分的插秧業者 他都不幫我們處理 處理央苗在於的事情 那所以我們原則上我們的央苗佔運費 會是我們自己內部來處理 那 原則上1分地的央盤 我們預估大概是都是 一般都抓20盤 就是你看看那個5塊一樣 1分地大概20片 那 今年的費用 今年的費用可能會 今年的費用可能會 今年的費用會調整 35塊是有機的事情 對 然後一般是32塊 就是我們現在的那個央苗 有兩個可能 一個是 會有所謂的溫湯育苗的部分 溫湯育苗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比較是我們講的所謂 比較有機友善育苗方式 可是這個數量 目前廠商那邊沒辦法完全滿足 那所以有多少 多少的央苗是可以用這種方式去育 原則上我們沒辦法控制 所以 到時候我們只能被迫接受 就是有部分就是必須用溫湯的 有部分就是必須用一般冠型的 的羊苗 那 有機的羊苗就溫湯一講 溫湯的 今年調整 明年調整到一盤 要是35塊 對 那 一般的冠型的 一盤好像是 那天講好像是32塊 對 反正總之就是30塊35塊 這邊左右在跳 那這是一般的 一般的羊苗 對 那一分度就要20塊 那所以你可以算一下 那就是說到時候你們的 大概會有多少費用到支出 然後這是單純差一樣的 一分度是600塊 然後另外運費的部分 原則上我們會協助 我們會幫忙把 用我們的貨車幫忙把 央苗都運回來 那 原則上我們這個100塊的運費 我們就是會跟各位熟 對 那原則上 對 一分地會有100塊的那個 運央費用進來 那 即便是這個樣子 到時候各位還是需要協助 做一些小攀運的動作 例如說我們 央苗運回來了 然後下到各位的田區 所以 這個時候就是 你們可能最好都在場 能夠協助一下 那另外就是 插秧的業者 他的 要綁壓秒包放在機器上 那我們最好都協助 對 那總之這幾個動作 就是包含 初打 細打 插秧 這幾個 只要有業者有來 我們會比較期待說 各位最好是都能夠在場 然後幫忙協助做一些後續的整理 就包含 例如說 運營機 他上下田區 有時候路線在哪裡 他不見得清楚 可能 各位在田的操作裡面 你們比較清楚 那你們可以協助暴力 那 協助看機器運行的狀況 那另外就是 運營機上來之後 有一些泥巴會 掉在馬路上 這個各位都要協助去做棄 要不然我們容易被 被 被拘禮給罵 對 所以這個部分 基本上都要靠 就 打到各位的田的時候 各位都要協助一下 那另外就是說 在引導上有時候 這個帶根葉子 他不知道下一塊田在哪裡 那可能也要請各位協助去帶路 或什麼 所以最好這些動作 在操作到你的田區的時候 各位都可以 都可以在場 那甚至到前一塊的 前一塊在操作的田區那邊去 去協助 或者去stand by 都會比較好一點 那擦秧也是 擦秧就是協助要幫忙 買秧苗來 運到他們的 那個 擦秧機上面 那 總之大概就會有些比較 零碎的一些協助動作 都需要操作 那另外這幾個動作 這幾個機器在跑的時候 很有可能都會破壞到各位的田梗 那 為了不要讓你的水流掉太多 其實你們都是隨時 就是他只要黏過之後 田梗可能要趕快 讓臨時先補上 不要讓水繼續流掉 因為有時候 尤其是前面這個打田的部分 你的水流掉很難 代表你的土也跟著流掉 對啊 所以其實 這兩個動作 這三個動作基本上 在操作的時候 最好各位的 我們都能夠在場 這個就是說為什麼 可能說 要種水稻 必須住在沿南 就是這樣 如果你是其他縣市人 大概比較沒辦法確保說 你可能 你比較 一定會到這樣子 對 然後這是插秧的部分 然後另外有一點 這個部分我們可能 我們內部還要再協商一下 就是 關於所謂一盤 一分地二十盤的這個事情 這個是一個預估值 它不是一個完全準確的值 因為有時候會根據 那個機器它插的多少 可能會有些觸入 對 可是為了收費 因為 我們插壓它不會就是說 你這塊插完之後 馬上算你有幾盤 這塊平常完之後算你有幾盤 還有那個切一半 有好幾個切一半的 切三分之一的 還剩多少 我們沒辦法跟各位這樣精算 所以我們唯一能夠操作的就是 我們一分地就是跟各位收價錢 再加上運費 對 那到時候你們要補秧的時候 或者是在秧秒鐘需要調度的時候 反正就是統一調度 就是你補樣你要不夠 就要從哪裡拿 就是那我就會幫你 去找那個 就是可以補樣的量出來 對 所以原則上 我們並不會因為 假設你一分地只差了15% 就給你收15%的費用 我們原則上就是一分地用20%的費用 給你收 對 因為 今天插完你的 我們可能整皮肉就載到下一塊去 對 還是會留一些預備的量在裡面給你 等於上一分地可能就會留一兩盤 都在裡面給你 到時候方便你補秧子用 然後那個大塊的 如果你們有預計要補秧的那個 整片最好撕的比較小塊一點 因為他稍微長大一點之後 他可能如果你太密集 他比較會有狀況 長得不好 或者是有病 或者是徒長 什麼都會比較有狀況 所以比較好的狀況是 你預備要補秧的那些 大大塊的那個 讓秧 最好撕成小塊小塊的 然後散字這樣子 對 然後最好放在 佛壽樓比較吃不到的地方 對 對 然後 整個插壓結束之後 原則上 一斤的人今天大家都會比較鬆一口氣 感覺事情好像做完了 大一個階段 會比較鬆一口氣 那 原則上大概那個時候也確實比較 沒有太緊張的事情要做 那當然就是每天 如果你的佛壽樓撿的狀況 比較沒有那麼仔細的 就是插壓完之後 你最好還是持續在 就是撿佛壽的動作從 你的預備 還沒出打之前的預備動作 一直到插壓一直到補壓這個階段 你都可以持續操作 也應該要持續操作 要不然會被吃掉很多 就是說即便你細打剛打完 看那個地很平整 你有佛壽樓 你最好還是下去撿 就是你有踩下去有幾個腳印 那個都沒有什麼太大塊 不太會影響插壓 對 那就是佛壽樓就是持續都要撿 都是有一個持續要撿的動作 那插壓完之後其實也是 就是 原則上就看那個水有沒有乾掉 然後 佛壽樓也就是 如果你有些田區 繼續還是有佛壽樓 就是繼續要撿 對你會發現你撿不完 因為 有時候他那個可能就是 冬眠 睡得比較久他比較晚出來 那或者因為氣候的關係 有時候突然他突然消失 所以不見得你每次去撿 他都會快快讓你撿 所以一直到補秧 一直到秧長到差不多 應該這樣子的高度 毒瘦頭比較不吃之前 大概都 可能都需要持續再撿毒瘦頭 對 那只是說可以不用 可能在心態上就比較不會那麼緊張 這樣子 對 一直到收割之前 就是有一個補秧跟蛇草的動作 那補秧大概就是 我們會比較建議就是說 呃 今年我們的操作狀況是這樣 就是 可能插個一兩天之後 你就發現哪邊空一片 然後就很緊張就開始拿那個蛇草 開始再去撿 對 然後你可能補完之後 因為你蛇草頭還是沒有抓 所以你可能就這樣 欸 洞又出現了這樣子 對 這是我們會比較建議的話是說 如果你不要重複這麼多工 那或許你就把精力放在撿毒瘦頭上面 那等到蛇草稍微高一點的時候 毒瘦頭稍微比較不吃的 那你再把那個比較大的蛇草 再拿去撿 那原則上這個動作的工作 比較不會 好像一直產生在農的區域 一直在撿的樣子 對 那 不過這個都是要各位自己去試 對 因為有些可能就是 有些可能不是不錯吃掉的 有些可能是水鳥玩你玩掉的 對 就是 就是你那個時候就會開始知道 為什麼農夫這麼噴水鳥 對 就是有些鳥會下去玩 玩你的樣子 然後就是 隔天一看 你不是空一大塊是上面飄了很多羊鳥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撲羊的動作 然後蛇草也是 蛇草那就是 看你選擇的農法是什麼 蛇草的方式也很多 用刷子 用鐵鏈 用機具 或者是用的 或者是等高高一點的再出 或者是上半農法就是蛇草的 對 就看你的選擇 對 那原則上蛇草它並不是把草拔起來 它其實就定就是把那個草 有沒有 抹一抹抹就把它塞到屋裡面去 其實它的重點就只是說 讓草長得比你的羊羊慢 所以你只是影響它生長 對 所以你不需要 不見得需要把它帶出你的田裡 對 那 蛇草到後面會比較需要帶出去到田裡 就是在收割之前 差不多 兩個禮拜到一個月那個時間 就是假設你的田裡有長一些比較高的 那個田精 或者是水冰箱 或者是那個 煎拌花 就是那個長得有點像小樹之類的 這些植物 就是比你的 比較木質化 就是 那個植物的精 比較木質化的那些植栽 原則上你就是要把它拔掉 然後要帶出你的田裡 因為 你那個如果丟在田裡 它來不及爛 它到時候那個木質化的那個部分 很可能就會卡那個收割機 對 所以那些就是 那些就是你割了 其實就把它帶出到田裡面 帶離開你的田 對 那其他的就是那個比較小的草 什麼之類的就是 抹一抹 或者是那個剛講那幾類的草 它長出來的小的蜘蛛 你就是搓一搓之後 就直接把它塞到 塞到米巴裡就可以了 對 然後這是補央跟蛇草的工作 那原則上這些工作 你們也都可以組織換工的方式去做 就是 比較不會那麼寂寞 對 那事情 心情會比較愉快一點 那補央蛇草 到收割之前 原則上 會有一個階段叫賽田 賽田的事情 那賽田的動作原則上是這樣 按照 輕鬆的說法是說 你把你的鐵裡面的水放乾 然後讓你的土稍微乾一點 一方面是有助於你水道的根性 能夠繼續往下炸根 因為它表面的時候吸不到水 所以它根性要必須往下炸 那它根性強化也好做 就到時候開工來比較不會太多 一個是這個 那當然就是養分的吸收可能也會比較好一點 對 那 另外有一個就是說 假設你的田 比較 長年比較濕 就比較說我們講的漏殘 就例如說剛才講的眼泉的事情 你大概那個時候就是開溝讓你的水流掉 讓那個水 就讓你的田土 那時候就開始準備 變得比較硬 最主要不是說怕收割時候滷水 怕收割的時候你的田土太軟 它機器會沉下去 就會跑不動 所以是這個最主要是要讓田土 變硬 對 所以那時候的賽田有這個事情要做 對 那原則上 賽田的動作好像是60天之後是不是 就差不多兩個月之後 兩個月之後就開始可以準備 放水賽田 那 是不是一定要賽田 不一定 原則上是 我剛剛講的那個時間都只是一個概念性 對 原則上需不需要賽田 這個每一塊田不一定 對 就是如果你的田 有些田它土硬的很快 或者它土層比較 本來就比較淺 比較不會有軟的問題的話 你確實有 你我你我你我 而且你到底怎麼看它倒圖的話 原則上你是可以不用做賽田的這個動作 就是在收割前一兩個禮拜 再來賽就是放乾就好了 對 因為如果你賽田的話 你其實同時還有一個痛水的事情 就是你不是水放乾了之後就 讓它一直很乾 有時候 倒置它還是需要有一點水 所以 有時候太乾的時候你要去放水進去 所以我們在講說內成的田 為什麼比較不好操作 它連續好幾塊 你從最後一塊要吃到第一塊的水的時候 它可能就要兩天了 對啊 可是你萬一水到餅乾了 你根本等不到兩天就要進水 所以 你這時候控水就會很麻煩 所以深溝的點為什麼好做 是因為它每塊錢都有獨立進出水 所以你不用怕說 我最後快點要等到第一塊水放到最後多少層 之後要水 原則上你要進水它就很方便 所以就是 好做的點跟不好做的點很大的差異在裡面 對 然後 控水最主要就是 就在裡面有一個用意思就是 就是讓方便之後方便收割 對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 你水 你當水放乾了之後 你的水到就不會繼續再做 不會再做新的分裂 那如果 簡單來講 他們有的稱之為瀕下分裂 就是說 如果你一直有淹水的話 你的稻子它其實就會一直長 然後會一直分裂 那到時候收割前會是有什麼狀況 因為你的生長比較不均勻 所以有的那個稻稅 它會比較輕 那你收割是全面性收割 要說我們收下來 對 就是那個輕的米粒 有時候甚至是還沒有保濕 所以它可能就是基本上用控包單 一層兩樣 就是你的米看起來就是有的會有綠的顆粒 不會那麼均勻 對 那這個也是 也是曬點的用 就是你曬點 你乾了之後 它新的分裂不會再長 所以你的那個水稻的那一重 它其實生長 生長式是比較均質的 所以你收割的時候 那個時候收割起來就會 那個成熟度是會比較直 所以曬點還有這個功能 那 之後大概就是進到收割 那原則上 收割就是 就是 就是找機器來割嗎 對 剛剛就講說你田裡面 如果有些草 那個時候就是可能請要除掉 因為 我今年慘痛的經驗就是這樣 就是 你如果草很多 那原則上會影響收割的效率 對 那也就是例如說 它機器可能會比較會卡 對 然後另外就是說 你收割起來的骨子 也會比較髒 就是 依照你的植物 它 你田裡面長什麼植物 它可能就會造成收割有一定的影響 那田青 如果田青被收割進去 它本身會有一種黏液 所以它會就連一些草穴 什麼都會黏到你的骨子裡面 所以不管是日曬或烘骨的時候 你就會被人家講說 你要check out 乾的骨子雜草很多 對 那 有時候 甚至像我今年就是那種日曬的 我自己都還要過那個電動骨攻擊 人家才願意幫我你 對 要不然就是 你送到靈異場那邊 它有時候就會卡人家的日記 然後 烘骨也會有影響 就是如果你的草比較多的話 這些業者有時候也會complain 烘骨的事情 我大概就比較沒有那麼熟悉 不過實際上大概有幾個事情 一個就是 我們的收割的費用 大概是一分 從1200到1400 都有 對 對 那這個部分其實裡面的駕叉是含在那個骨子 有那個稻骨的搬運的駕叉 有的他是幫你割 他可能不幫你搬運那個稻骨 所以我們要另外聯繫 搬運的 脫掉的車 吊運的車子 才幫我們運載 對 那有些1400大概是基本上幫你搬運 幫你搬到指定的烘骨場去烘這樣子 所以他價格大概是一分大概會有這樣子的弱差 那 然後 另外就是 烘骨的部分 烘骨 學長烘骨的部分 你們是一斤超過一塊半到兩塊 對 一斤拉1.55 1.55 可是 去年是1.55而已 那今年他就加了搬運動 就是說 他在 現場 你封完以後 他要幫你 打包 包型 就是 包裝 包裝是包型 這樣 可是他要把它疊到占8 他一包又收10塊錢 就是說 他也覺得 這也是一個工 他幫你疊到那個 確實是一個工 如果 所以 你搬過了50公斤的箱子 烘骨場 有辦法 烘骨跟 這個小型的販賓一樣 對 然後 呃 烘骨這樣 基本上不是說 你想要人家機械烘骨 你就可以烘骨 因為 原上要有肥病的量 那目前有兩個狀況 一個是 比較大宗的 就是 他們在講大概就是 六七千斤以上 他才願意幫你 那 呃 一般來講 我們一分地 從 盥洗的他們會有一個說法 叫一分地是一哥 就是一千斤 一千斤 他們可能會以這個做 稍微做一個簡單的標準 就是你的一分地 如果超過一哥 一千斤以上 那他們的工費還不錯 1.2哥 1.3哥 對啊 那 呃 所以如果 可是我們因為是有症或有肌 我們原則上基本上 不太可能 這個才不要 對啊 那即便是輕鬆 他們可能 輕鬆好像有 輕鬆接近的樣子 輕鬆我們用 他有時候講到會講到900還是多少 對 那這個有肌肥放得很夠 就是那個肥份放得很足的 那 呃 那有一些比較一般的 比較差的 可能 沒有一分地500的 一分地500基的 對 那沒有500基以下 那我說過我今年 人 人家的十分之餘都不到 所以大概是100基 對 那就是上漫能法今年的成果 對那 這個是一個參考值 對那 所以你就可以想 你就可以想像 你的田夠不夠讓人家單獨去轟你的股子 人類上我們今年這個 大機械這個勢體和其他能轟 他原則上要7千斤 6-7千斤以上的股票 還願意放你 對 那當然往上再調那個 越大量他當然是越好 幾萬斤那個他都可以收 沒有問題 所以 一個是說 你們能不能把你種的股子 自己單獨去轟 那 那 就有一個這個 這個子在這邊 那你早已看齊 這種大宗的有沒有 原則上 你骨子就丟給他 你就不需要再出 就不需要再去搬運 或搬送 那另外有一個 是阿神國 就在 後面那邊 那原則上他自己有一台那個 紅骨機 是小型的 那 他的即便是小型的 他說他也要 三四千斤 他才願意幫你 他就小小一台 大概 高度大概比量高一點 那 快度 差不多一半 反正就小小一台 那大概也要三四千斤 他才幫你耗 而且 這個你自己要把 骨子到機器裡面去 這個是 這個是阿神國的狀況 對 那 如果你都不到這個產量 那 你就勢必得跟別人搭在一起 就是例如說 呃 想用錢他的量比較大 或者是你們三四個人 湊成一組 剛好這個量 你就可以湊 湊一定的量 就送你給他 要不然就只有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日散 對 那這個部分就 可能接近收客的時候再 再來談就可以了 對 大概有一個這個狀況 那 另外就是有一個屍骨跟肝骨的換算 我們剛剛講這個大概都是屍骨 大約讓屍骨 屍骨大概 乘以0.8就是我們肝骨的重量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分之一千斤的骨子 那時候一千斤的屍骨 你攀成 豐成肝的 那個一包是50公斤 那我剛剛講的 剛剛講的這個單位都是基 所以到時候自己要稍微換那樣 就是這樣屍骨 大概 崩完之後 大概會有剩下八成的重量 對 這就是會換上 就是你的肝骨的重量 那肝骨年到白米 原則上是 比較一般來講 大概都在七成 七成到六成五左右 大概在這個range上面上下跑 可是如果你的股子比較差的 例如說我有150天的 我的臉成率大概就只有五成 就是 我一百斤的骨子去臉出來 大概只有五十斤的白米 對 那這個裡面還有一些值的誤差 是包含說像 螞蟻它那個比較新的機器 還可以幫你直接幫你把睡米分出來 那你如果只拿白米 不麻睡米 當然你的臉率就是還會再降 那 可是有些我們就是不挑米 就是 我覺得睡米也是能吃的 就不特別把它挑出來 對 那 你的臉率也會有點差異 那當然就是包含就是說 你是糙米配牙米還是白米 它基本上也有差異 超米的免成綠帶 配牙米 配牙米的免成綠帶 然後這個是一個大概的換算值 就是可以用來估算你們大概有多少量 對 那 可以跟你們講這個其實是 另外那下一個題目是 我們那個倉儲的部分 我們目前倉儲是今年 我們今年就是 我們幾個比較大宗的 我們今年租的這個空間 這個補償空間 那 基本上分為一般倉儲跟冷藏 這個冷藏也是今年才做的 這個大冰箱也是今年才做的 裡面很爽 對 那原則上 我們目前這邊就是 比較接近成本的計價 就是 基本上150公 就只公斤這樣一包是200塊 放一般的倉儲 120 120 我要偷偷長這樣 120 那他的邏輯是 他的原則是 你只要一放進來 我們就是跟你收120的價錢 你怎麼受搬走 那是你的事 例如說你放進來三天 放六月三十號 一二年 對 我說你今天沒放進來 只有三天 我也是跟你收120 你放到明年 六月三十那個時間 那個時候你才要住出去 也是只收一百 我們就只收一次的費用 就對了 冷藏的也是 冷藏的一包50公斤的是400塊 沒錯 對 這是今年的價格 不知道會不會調整 就是原則上 一包50公斤的 就是這樣的收 對 那這是一般倉儲跟冷藏 那會需要冷藏 是因為有一個說法是這樣的 就是說我們倒米 我們基本上我們出米的習慣是 你接收接你的訂單到一定的量的時候 那你打算再出米的時候 可能才會搬你的骨子去捏 因為這樣子 那個米的新鮮度會比較高 那可是即便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放在外面 一般來講還是有它的 它風味還是會降 我聽到還蠻多種說法 有的說三個月 有的說六個月 那總之它就是會 風味就是會降 有的是說到 放到2.5個月是剛好是最美味的時候 那之後就會慢慢走下坡 那 所以這個你到底有多少量是 可以放一般冷藏 初米可以有那個鮮度 那或者是你完全不講究 就是放 反正有什麼樣的果子 就出什麼樣的東西 或者是你會 你希望對你的消費者 或是你自己要吃 想要比較講究一點的 想要放冷藏 就是你可能預計是下半年度 例如說過年之後才要吃的 那你預計會有多少量 那不想它鮮味會調價 當然就是一定很長 對 那這個是 目前我們這邊有很長 倉儲的價格 可是不代表這個價格 你們就可以進來放 因為我們今天發現 我們明年的倉庫會很不夠 對 包含冷藏 包含這個外面一般的倉儲 今年是因為我產量太差 所以要不然應該要爆倉 就是 我們明年的股倉可能空間會 應該不是說可能 一定會不夠 所以對於股倉要怎麼 誰能夠進來存放這個事情 我們目前內部還在進行一些討論 那我們目前也在積極慫恿一些凱子 去做第二個補償跟冷藏 對啊 那這個部分目前我們目前都沒有 還沒有併案 也沒有新的境況可以跟各位報告 那只是說先提供一般這個價格 給各位參考 對啊 要不然到時候就說 你們沒有注意到這個程度 不要怪我 好 然後另外有一個小搬運 小搬運的價格 這個小搬運就是一包35塊 這種 就是這種黃色袋子 這個小搬運的費用是 你從黏米茶 他hold好了之後 要搬到你存放的地方 假設你不自己搬 你要找別人來幫你搬 幫你疊 今年的價格就是一包35塊 就是搬到你指定的定點 然後你要怎麼疊 就是幫你疊好 一包35塊 那這個是一直到 倉儲收割完倉儲之後 真的有的費用的部分 應該大部分的費用都在這邊 那有機肥 你要幫什麼有機肥 你要做什麼 酵素 要用KKF農法去養維生物 去這些費用裡面都沒有付進去 因為每個人的使用都太一樣 放肥的部分我也不熟悉 因為我們都不放肥料 所以我也放跟各位報告肥料的價格 然後另外再講一個 就是最後綿米的部分 綿米的部分 大概目前有幾個 我們比較大眾的選擇 一個就是內層螞蟻 在香草兌兌附近 它是今年新買的機器 日製的150萬 再加上迷米的扣口 他說他投資了200萬 那 他今年的收費是 一斤兩塊錢 可是 100斤以下 就有個最低消費額 有個最低金額是200塊 就是你不到100斤的 你說過去不到100斤的 他一年一次 一種年一次 他一樣跟你收200塊 那你超過100斤以上的 他就是一斤兩塊跟你算 一直到今年為止 今年就是 如果你是日曬米的話 他跟你收一斤2.5塊 因為我們日曬米 他可能比較會有石頭 對 所以對他的機器的消耗 比較 就是那個 消耗會比較多 所以他今年有漲到 就日曬米的部分 是一斤2.5塊 那這個都只 單總米 年一次的價格 意思是說 你不能說你有50斤年白米 50斤要年配阿米 說這樣算起來 所以是100斤不行 他就是單總 對 因為對他來講 就是不同的操作 操作行為 那明年聽說會漲價 是一斤2.5塊嗎 還不知道 所以他不確定 不過因為他水號太大 對 那螞蟻他的好處是 他之年友善的米 對 所以你 你包含三星 我等一下講的阿水柏那邊 基本上他是連盥行的米都能有 所以如果你對於年明這個事情 比較講究 希望是友善以上的你的機器 那螞蟻那邊是 大概是 目前我們比較容易的選擇 對 而且他的機器還蠻新的 操作上也還蠻 說在還蠻不錯 對 比較順便的 對 然後可是他不黏黑糯米 對 他不黏黑糯米 因為他會 他會影響到別人的米 就是說 他如果黏黑糯米之後 黑糯米可能會混到別人的米 那會造成別人 如果他有要挑米的話 會造成人家的困擾 所以跟這上螞蟻不黏黑糯米 對 那 這隻螞蟻在內層那邊 那另外一個是阿水國 我今年的米大部分都給阿水國米 那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因為 我今天有跟他買收割機 對 所以要做一點空關 那第二個是他比較近 就是在後面這邊而已 那第三個是 他的價格稍微便宜一點點 對 然後他比較沒有 限制說你一次要黏多少 你黏黏多少 他就可以收多少 那他的價格是有分 仙道跟耿米 就是仙道就是糙米 糙米原則上是1公斤是2.5塊 那耿米是1公斤大概是2塊錢 耿米就是圓米 對 那他的限制是他只能黏 糙米或白米 對 然後 黏成率可能略低 稍微低一點點 那另外就是他的糙米可能還能倒點比較多 不過最近聽說他 換了零件 比如說沒這個問題 我是沒有仔細去看 對 所以如果各位如果有挑米的問題的話 阿水柏大概不是一個好的限制 對 不過他比較近 然後他比較沒有限制 對 那三星龍基是我們硬德比較常去 就是小間他們比較常去 呃 據說他 因為他還有一些 更細的挑選 的構件 他的黏米機本身跟馬尾的是同一種 對 那只是他好像有加一些其他的構件 所以 硬德是說他 黏出來的那個均勻度 是比較好的 當然意思就是說他可能挑米的時候 他那個機器挑米的部分會挑掉比較多 對 所以可能也會稍微低一點點 那原則上他是一斤兩塊錢 對吧 對 一斤兩塊錢 對 那 呃 有沒有最低量的限制 好像 也有 大概可能就要有 至少半包 對 就是 25公斤30公斤 原則上 基本上 應該最基本的 你也要拿一包去 就是你不要跟他拿10公斤去 那個 這個人家一機器一轉 他就是還蠻尷尬的 所以這個大概是 黏米的狀況 好 然後黏米之後 其實還有包裝 那包裝 我們現在就是有一般塑膠包裝 就是 那個 一般塑膠袋 然後簡單的熱風 那硬德裡面是有一台真空包裝機 就是小尖包的那個形式 對 那 呃 如果是那種真空包裝的話 他包一包 就是連袋子是12塊 對 那如果是那種一般塑膠袋 那如果是跟洋溫泉借用機器 他那個是腳踩 對 如果是在旁邊可以參觀一下 腳踩 還蠻好用的 黏銅袋子一個是 6塊 對 一次是6塊 對 對 然後 當然你可以直接自己去買一個 那個封口機 對 那個腳踩的好像4000多塊 4000多塊 對 其實還蠻划算的 對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才可以 對 那這個大概是這個 那塑膠袋那個部分 呃 你如果是一般制式的 就可以 量可以不用很大 可是 如果你要有特殊規格要定做 他一次的量 可能好像要 依照你的容量 大概到 兩三千個 五千塊 對 就還要蠻多 那我們裡面6人是用紙袋包裝的 嚴重是用紙袋包裝的 可能好像也是紙袋包裝 那這些 呃 這些我大概比較不熟悉 紙袋包裝好像成本也不低 一個袋子大概一塊多 一個袋子一塊多 大概是兩塊多 可是沒有密封 沒有密封 就定書機定起來 好 ok 然後我們裡面也有人是 會去用那個布袋的包裝 那個很貴 哈哈 那個 反正怎麼包裝這個 我價格我沒辦法寫 就是看你們自己的選擇 那真空包裝他本身材質也有差很多 有的是塑膠的 有的看起來是像布置布的 你要方的要圓的要扁的 他都有 對那硬德的那個機器 像目前的模子的關係 只能包裝他那個形式的 對那就是可以供參考 就是 第一年如果你們量不多 我建議你們 如果說要找真空包裝的話 可能就是借用你的就好 對因為真空機 也不便宜 他那個算是最小規格的 對 真空包裝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 呃 你要去訂做模子 就用壓克力 用壓克力板去請人家做 那你要是裡面的尺寸 那要非常精確 要非常精確 然後你的袋子呢 也要去訂做 那那個訂做就是一整批 哎 一整批 那有一 然後你去買市售的袋子呢 就真空包裝袋比較厚 你如果買市售的呢 呃 也有點有風險 就是哎 斷貨 哈哈 就你要的那個規格 斷貨 你本來買市售的 買盒 然後你做了一個盒子 然後適合你適合你的真空包裝機 然後後來那個斷貨 所以你可能還是得 得去大量製作 所以 這個是那個真空包裝機的狀況 那 可是你那個 確實你的那個 呃 形狀 是可以自己設計的 那會特別包裝是說 呃 會建議說你們如果有時間的話 因為我們是各自自己銷售自己的品牌 那 所以如果有時間的話 其實最好那個品牌的設計跟那個包裝的形式 你如果提早出來 其實你趕快可以開始做一個包裝 對 那那個部分 會讓 呃 你 沒有工作到投入到農業的時候 那個空房機會比較沒有那麼尷尬 這是一個事情 對 那 這是包裝 那特別提另外一個事情是 在我們的操作 這個流程裡面的是 我們今年開始會試著去 自己育一些妖苗 那主要的品牌是有台南十六 紫糯米跟原諾米 那台南十六就是硬德的 台版月化 那 紫糯米 呃 沒有品牌 對就是 就是外面買的紫糯米 拿來自己發之後今年流走 那 紫糯米大概今年有一甲的量 目前我手上還有大概六七分的量 可以中 對 那 如果有興趣的事可以就跟我聯繫 那原諾基本上也是我在處理 原諾我這邊目前今年的狀況 我也中了一批 不知道什麼品種的原諾 那明年會中 明年會中台東原諾 台東原諾 三十一號 那 我目前訂了一甲 大概一甲量的種子 對 那另外就是有另外有一分是中 有一個品種叫吉野 那這是我跟酒廠合作在中的品種 那所以吉野我大概就自己操作 那台東原諾 如果原諾米各位有興趣要做原諾米的話 所以台東原諾三十一號有興趣的 可以再跟我聯繫 那我就再幫各位處理中子 那玉秧這個事情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今年嘗試開始自己做玉秧的動作 就是我們會請夭苗廠 甚至有些不是 對忘了講 還有一個台南市 這個也是獨佔市場 後面那位演奏 我們今年因為 我們兩個今年分別有一些 是很晚才插秧 那已經拿不到秧苗 所以就是 有一些人他們就是從西部定的秧苗過來 那我們就沒得選 所以我們今年就 有中了台南市 原諾大概中了六分 我大概中了兩分左右 他也是耿米 然後 我明年不會續中六分種 那原諾他明年 我知道他自己也會留種 然後也要遇這一批秧苗 可是他的央盤跟灑種的動作 也會讓他自己會操作 那我這邊的話是 我跟映德這邊的群種 大概會是請 育苗中心那邊 幫我們出好央盤 就是他的灑種幫我們灑好之後 我們自己拿回來後續做照顧 那 因為第一次做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是有跟育養中心講 就是說 當他第一批央盤 我們開始在準備要培的時候 請他通知我們 我們會過去做協助 那 一方面也是學公布 一方面也是協助 就是最主要去學 人家怎麼去照顧壓苗 然後包含那個整域要怎麼整 然後 布吳要怎麼蓋 央盤要怎麼放 然後 控水要怎麼控水 總統之類的 這些我們都目前都沒有 沒有相關資訊 所以 就是去做協助之外 所以我順便也是把這些東西學回來 那這三款我們目前 我們今年就是會預計 明年就是會預計找一些地 然後就自己來照顧這些央盤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 想要來學這邊的動作 那可以直接通文明信 到時候我們時間到了 需要去協助 那我就會跟各位投資 這是額外提的事情 那如果要學自己撒央苗 也要一起嘗試的 可以找別搜 他就是央盤也自己買 然後布也自己買 然後 就是自己撒中 自己抑揚 自己處理 這樣子 那這個是額外的資訊 那這大概就是明年整個水道操作 大概整個比較完整的狀態 對 那我說過 這是一個大原則 就是 中間你不想做什麼事情 或者是你想要做什麼調節 那是各位不管的選擇 那不實在的公平 那只是說 有些動作如果你是要搭著 譬如說 出檔細檔插壓 你是要搭著我們的 那整個時間跟那個節奏 可能就要麻煩各位 跟著我們配合 我們沒辦法為各位做 男生定做的動作 對 那如果你自己可以找到廠商 你自己要去處理 或者是你自己要去打田 這個我們都沒有理解 沒有搶貨的 你自己要去打田 自己要去 去 自己去打托品 自己甚至要用撒種的 這個原則上我們都不限制 對 這是各位的選擇 那這是我們 明明水道操作 操作的整個概況 大概是這樣 那 那 有什麼問題嗎 案例像是 我們要發援 收跟 哦 sorry 呃 因為我們跟地主 我們當時跟地主簽約 不是簽約 我們當地主談的條件 就是不管你有沒有收 額外地租的 其實基本上 要讓地主可以領修跟補助 那所以還有 還應該有兩個動作 一個就是 收割完之後 收割完之後 你要撒利肥作物的種子 那一般在宜蘭目前比較 比較常用的是田徑 田徑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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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一分地大概是3公 3公斤 一分地大概3公斤 然後 一公斤是多少錢 30塊 30塊 對 就 剛好就說了算 一公斤30塊 這是田徑種子 然後 呃 田徑種子 這個我找 我們或許這個時間 我會再另外再處理一下事情 因為 我們今年有諷到一個狀況 我們今年跟農會買的田徑種子 就是發芽率很差 那是聽說是農會那邊把舊的田徑種子給我們 不是只有給我們 就是 他先出掉他的內部舊的田徑種子 所以我們裡面包含我們其他有些冠型的農夫 他們今年買了農會的種子之後 就發芽率都很差 他們真的有了兩三次 對 那 所以我自己本身有在想說明年會 可能會找一家 找一家 他們有在訂那個種子的 我可能會記一下我們內部大概需要多少量 我們乾脆統一訂 這樣我們就確保我們可以拿到是新的種子 因為像那種 除了農會之外的廠商 他們有時候會斷貨 因為田徑種子就是 他們也不願意放 那買回來如果沒有賣掉 可能是他們的損失 所以他們通常進貨量會比 他們預估的需求量少一點點 所以如果我們到 尤其是我們有慣性晚一個月 我們收購也會比較晚 所以我們田徑種子有時候買到後面可能會斷貨 那批貨到底知道跟農會哪 如果又碰到同樣的狀況 我們其實會出一點狀況 因為按照修根補助的規定 我們的濾肥的作戶長成率要到50% 對 那檢查員不嚴格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至少我們 如果我們不想出狀況的話 因為一出狀況就會有兩個事情要處理 當年的修根補助的金額就必須 由操作者去支付 一分地是4500塊 那 因為他申請的修根補助沒有過 所以他要處罰條例 就是隔年他不能再申請 所以隔年的修根補助也要出 所以總共就是一分地有9000塊要出 對 那就是這個狀況 所以 這是一個事情 那 剛剛講就是要撒田徑 那田徑總值一分地是3公斤 3公斤 然後已經是30塊錢 然後一分地大概就是90塊 對 90塊 對可是 你是不是要撒的這麼密 或者是 你會不會控制那個量 會不會撒的過多 那個都有很大的狀況 對 那這個反正就到做 那田徑只是其中一種 濾肥作物而已 原則上名單裡面有各式各樣的濾肥作物 都可以使用 對 可是 依照文會那邊的說法 宜蘭這邊最確保的就是田徑 對 那各位如果想去做 其他嘗試 我們也不準止 對 只是風險制度 對 不過就是 地鼓在一月份的時候都會跟 鄉公所那邊登記 秀根 那秀根的時候 他就會登記 他要撒什麼 這個我問過 就是 農衛那邊 不是農衛 香港所那邊原則上會寫 可是 那個不在 不在 不在條件之內 對 就是你如果要種其他的濾肥作物 原則上他也會撒過 對 所以這個沒有很問題 不是 不過 就是講就是說 原則上 看起來是田徑的成功率跟漲成率比較好 那 有一些資料也顯示他的 那個 那個 工匪的狀況也比較優秀 對 那所以如果各位要試其他的 那 就是 各位自己跟他再找相關的資料去問 這樣子 那這是修根 那修根完之後 還有一個事情是包含在 各位這次操作費用裡面 就是那個 田徑的 打除 那個也是一次出打的動作 剛剛講這個出打有沒有 是指說 假設我田徑長好了 大概 我們大概長到膝蓋高那個時候 其實差不多就準備要打掉 一公尺高 一公尺高就準備要打掉 因為如果太高 那個 對方也不好操作 對 所以原則上長到一公尺高 所以差不多 一個月後 或兩個月後 一兩個月後 對 九月的時候就 灑了之後的一兩個月後 就差不多準備要打 那一個打田 打完之後 你才算一整集的才算結束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還有一個費用 就是 呃 也還有一個收割完之後 還是有一個出打的費用 就是一樣也是七百塊一分 這個費用也還在各位的成本裡面 對 那這個 收割完 那個田青打人的那個 出打 田青人 對打田青人 那個七百塊一分之上也在各位的費用裡面 那剛剛這個出打有沒有 這個出打是這樣子 如果在這個出打之後 你的田區已經控水控好了 那就是一直到 細打之前 你那個上面都沒有什麼草 都還很平整 水都淹得很漂亮 原則上 這一次的這個出打是可以不用做的 對 那可是因為有的田 尤其是內層 他有的田是東西吃不到熟 所以即便出打之後 他上面還是長很多草 所以在細打之前 還是要再一次出打 所以還是有一個這個動作要做 對 所以這個差別是在於說 這一次出打之後 你田的狀況是什麼 才會影響說 才會決定說 你這個出打動作需不需要做 對 那所以如果在深溝 各位的田 如果是已經水淹得很漂亮 然後也很平整沒什麼草 實際上大概就是等到細打那個時候 再做 再做細打就好 出打這個可能就沒有做 對 對 如果要做到太方講那個 就是你要打田青的時候 第一個七八水淹好 齁 七八水淹好 打的時候才能做 把田青跟其他的草 全部打到水淹去 我們今天就是大部分是沒有淹好的 所以打下去以後 又沒有立刻去淹水 然後他草就淹養下來 好 那所以你在後面再淹水都來不及 所以就 那當然 如果草真的很多了 其實是不適合 就要多那一次 就要多這一次 那 那還有你如果 即使你沒有草 就是 打細打之前 細打的那一次 土必須是軟的 所以為什麼 打完這個出打以後 就如果你是出打的時候就是水淹好 打下去你就水夠好 那 那個土一直是維持軟的 那出打跟細打的分法就是說 出打就是打比較深 他比較深 把底下 土塊都把它打鬆 因為有一個曬田 曬田曬了之後 他整個 田地是硬的 所以 那種狀況 你只是把它泡了水他也不會軟 那他沒有辦法擦秤 擦秤那個擦不下去 所以一定是有一個把它打鬆 然後你如果維持這個 打完打鬆以後你就泡了水 他就鬆鬆的軟軟的 那 這個時候細打的時候是打很淺 把上面那一層打成泥 泥漿 那細打那一次就不能打車 打身就反覆成泥 這樣 就不會 所以細打那一次 其實細打為什麼會是六百塊 是因為他打比較淺 車子跑比較快 嗯 比較節省時間 還有 脫平那個 那個臺 那個後面的那個板子比較快 所以 一分地要跑的那個 麵 跑的那個 幾趟就 跑那一趟 呃 就掃得比較快 這個是 然後另外補充一個 不管是粗打或細打 如果你們找的是 應該說這樣子 你們不管找的是哪個帶 哪個帶跟葉子 呃 粗打細打的水位到底要 控制成什麼狀況 呃 各位都要再詢問一次 因為我們今天發現是每個帶跟葉子 他的要求不一樣 對 有的會這樣子 水都要淹滿 有的會這樣子漏一半的土 有的會這樣子漏一半的土 有的會這樣子漏三分之一的土 就是 什麼狀況都一樣 對所以 呃 你找的帶跟葉子是誰 他要求的水會是什麼狀況 可能各位要一些 尋問 對 要不然 呃好一點的葉子 他會在現場邊 把水放到 好的位置 那差一點的葉子 他可能就 脾氣不好一點的葉子 脾氣不好一點 耐性比較高 或者工作比較多的葉子 他可能就不得人家都怎麼樣了 對